你覺得凱樂跟小豬有嗎 憲哥最近有關心一下你的鄰居嗎 小豬 沒有啦 我到處亂住了 現在為了避免你這個問題 所以我搬離開了 那你沒有關心他嗎 有 但是不告訴你 這個不能告訴你 好朋友關心還告訴你 那算什麼好朋友 憲哥你覺得他會 回得去八大雲百嗎 蛤 他回得去娛樂百分百那個節目嗎 沒什麼問題 這個台灣的觀眾很健忘 對啊 很多事實在這個釋緩則緣 過去就好 這樣 那目前他應該出來 覺得道歉不會這樣嗎 道歉說我 我劈腿還是什麼 沒有啊 這個有什麼好道歉 對啊 他要對那個雙方面 對對 你交代就好了 跟我們交代幹嘛 你怎麼那麼假婆啦 小豬如果要回來 一定要戴口罩 不是這樣啦 我邀請他上節目嗎 OK啊 OK啊 對啊他本來就很少上節目了嘛 對啊 沒事啦 給他們自己去處理一下 一定要對人家交代清楚 對不對 你有這些事情的話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認同的對方 你認同的這個人 對不對 可不可以 如果贏生小孩 怎麼辦 有必要交代嗎 你只要對孩子交代 對孩子的媽交代的過去就可以了嘛 比如說像我 丟掉 有誰會埋怨什麼 以前那是未婚生子什麼 你管我 我還要再多生兩個咧 在多人運動嗎 蛤 多人運動 我就沒參加過了 對啊 就是 這是個人的一個角度嘛 因為他 明星藝人啊 就舞台前的表演是比較重要 那 因為這個藝人啊 你要他大監大顧都不太 嗯 所以小豬心在這邊 你看 豬同鴨講 當然是 當然是那個啦 但是OK 他們也會尋求這個 他們的解決之道 對啦 所以有跟凱樂談談嗎 我知道的部分 太多 所以我就不講了 所以一講就通通講出來 好不好 那憲哥 你覺得 你覺得凱樂會被扶正嗎 要不要跟小豬跟 口罩的部分 口罩的部分 口罩一定要扶正 對 它這種東西 帶歪歪的 外面都會洩漏出來 你覺得凱樂跟小豬 有沒有可能戴上來的 什麼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阿嬌啦 阿嬌跟那個 阿嬌跟那個 阿嬌 賴紅果跟什麼 阿嬌啊 我以為賴紅果就是那個醫師 是沒錯 是醫師啊 跟那個醫師嘛 對啊 真心醫師 從蜜桃介紹給 那個 不是 不是 那個是不同的 真的你知道蜜桃嗎 不同一個 啊知道啦 不知道 通通知道啦 就是跟那個人說明了 跟那個人說明了 他沒有什麼 是跟那個人說明了 跟那個人說明了